此季基金会1994年开启了在泰北的福困计划 而每年11月到2月是泰国北部地区的冬天 此季除了展开冬令发放 大规模的帮助5000多户的贫困乡亲 也把心灵的温暖带进了这些偏远山区 早晨的山区照着有如薄沙的雾 冬天低温时会降到12、3度 但是当一步一步小货车陆续开进青麦慈季学校 天色渐亮 气氛逐渐热络 这是慈季年度的冬令发放 方县5470亿户贫困家庭习家带眷满心欢喜 先吃个点心暖暖胃 等候核对资料 陪伴相亲的除了慈祭职工还有学生 是老人家的需要安排座椅 也为他们按摩四肢 做慈善没有降日 房闲县长教育官员也把握机会传递爱心 慈祭从1994年来到泰北福昆接着兴建学校 从慈善延伸出教育 又从教育带动慈善 爱的力量源源不断 大爱新闻三位连苏伟 泰国报道